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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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吧 你杀人了 别跑啊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了 你干嘛去 找周经理啊 周经理刚刚怒气冲冲地走了 什么 走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飞姐 你干嘛去 麻烦你给我请个假啊 谢谢 慧 慧明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居然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 你简直无耻 我 我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 你居然利诱欲兔 让他去栽赃顾飞飞 无数我问你 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都知道了 对啊 我都知道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么多年来 你都戴着伪善的面具 在我面前演戏 原来你的本质是这么恶劣 我恶劣 他抢我老公我这么对付他我过分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抢你老公啊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为了他回来跟我大呼小叫的 你以前从来不会大神跟我说话的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吴叔啊 难道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值得信任吗 慧明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公 你表面上装作温良贤书 装作什么都不计较 背地里干出这么下作的事 你不但害了顾飞飞 你还把不相干的玉兔给搭进去 就为了你自己 你处心积虑 简直让人害怕 我不让你走 我不想再跟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让我恐惧 你是不是要去找顾飞飞 到现在你还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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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慧明 你不要走 你不要离开我 慧明 我不让你离开我 慧明 干吗 闪开 不要 我不要离开我 慧明 我破了离开我 慧明 我这次不会原谅你 你给我让开 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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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我去慧明 求她别离开我 以后我再也不关你们俩的事了 你说什么呢 我们俩什么事啊 哎呀 好了 巫叔 你不要再闹了 进去说吧啊 走啊 在外面好看哪 进去啊 走 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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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干嘛呀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菲菲 是我错了 我一时糊涂 我被嫉妒冲昏了头脑 我不应该让玉兔险害你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吴叔啊 我并没有得罪过你 你干嘛这样对我 因为我害怕 从你出现在慧明身边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睡过一个踏实的觉 可我跟他只是同事啊 但你们以前比起 我自从嫁给慧明 我就不工作了 我全心全意地找过这个家 做好太太 我让慧明没有任何后骨之忧地去打拼事业 前年他妈妈病危 正是他竞争设计部经理的关键时候 我不吃不喝在医院连续守护我婆婆霸天 慧明的设计图完成了 考评通过生了经理 也见到了婆婆的最后一面 可我呢 我勒出了魏桂阳 从此以后我只能吃素 菲菲 我没有失业 家就是我的全部 菲菲我害怕 我怕如果有一天我家没有了 那我会死的 吴叔啊 我 菲菲 你能理解我吗 来 坐坐坐 我和慧明结婚五年了 我不怕你笑不 我们都进入了倦怠期 我不再青春靓丽 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加黄脸婆 我和你没办法相比 你说你在慧明身边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就算是我一身一鬼 难道不正常吗 可是你这么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慧明 真的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一听说你要推荐她做助理经理 我就失去理智了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跟玉兔说了些什么 真的 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这件事情还有同谋没有 没有 我说了 我只是一时兴起 其实时候我就后悔了 我本来想阻止玉兔的 可是 可是她已经做了 应该怎么当店的 我求求你 你原谅我 好不好 你要不原谅我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办呢 才能不能再加 你我就你 不要 再把你 我以为你 你我也不愿意 我放在这里 你自己家庭 你也在这里 打了我的 不要 菲菲 我带吴叔 向你道歉 我别这样了 那我走了 慧明 我先上楼了 慧明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是周慧明的老婆 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再去追究了 那我就搞不懂了 吴叔为什么要害你 他和你有什么仇 还记得吗 以前我跟你说过 我有个好姐妹 抢了我的男朋友 嗯 这个好姐妹呢 就是吴叔 那么那个前男友 就是周慧明 那应该是他们两个 对不起你才对啊 怎么还反过来陷害你 这也太过分了 吴叔可能是害怕 我跟慧明再走到一起吧 他想保护自己的家庭 也没有错 那你对周慧明 还有什么想法 想法 十年了 他结婚到五年了 怎么还可能有想法 就这么原谅吴叔了 那不原谅还能怎么办 飞飞啊 你就是标准纯粹的 刀子嘴豆腐心 你知道吗 我听吴叔讲他和慧明的事 我突然就发现 吴叔爱周慧明 爱得比我深 当时呢 吴叔在我们班是成绩最好的一个 如果说他进入设计界 能力一定不会比我差 但是他为了周慧明 宁可放弃自己的事业 为了他的老公 他愿意牺牲一切 我就问我自己 吴飞飞 如果是你的话 你做得到吗 那么 你就这么原谅吴叔了 我做得不对啊 只怕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 你想啊 吴叔他是什么人 他不过是周慧明的老婆 我EAC的员工家属 他居然有本事 搅得我整个设计部天翻地覆 我就不信他背后没人 不管他背后有没有人 我也不想再追究了 蔡衣 我不想在EAC干了 为什么 你不想在EAC干了 不为什么 就是干得不开心 因为周慧明 不全是 难道是因为我 你不要再问了 不过你放心啊 我会把一千零一夜的工作 完成之后再走的 菲菲啊 要是连你都离开了 EAC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个无聊枯燥的大鱼缸了 真的就是个无聊枯燥的大鱼缸了 安静的我 安静的我 站在门外 看着你们 弹得如此 畅快 想离开 留下来 还是要我在等待 什么对白 才是你的期待 我有口难看 爱疼时间的怀 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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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关起来 你平时不都不看这种节目的吗 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 你干嘛 我陪你了 我陪你了 一个人 收起所有的依赖 我的爱要看一看的明明 你去哪儿 我去上网 Coming by